六名工人当天在墙壁里发现一具女尸 第二天五人就开始相继发疯 最终全部诡异地上吊自杀 死相惨不忍睹 警方立马封锁现场 之后在大楼里 他们发现了不止一具尸体 舆论不断发酵 附近村民闹得热火朝天 一同认为一定是那具女尸做的妖 于是他们请来当地驱魔师 前往大楼门前阵法 起初一事正常进行 可就在下一秒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驱魔师直接被带进了一处阴森的房间里 奈何恶灵过于强大 驱魔师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被恶灵强行缠住身体 一刀刺进了自己脖子 驱魔师竭尽全力 最终从阴间带回一份大楼住户名单 身边的人健壮赶忙逃跑 从此大楼就变成了鬼门关 至今没有人赶他进去半步 驱魔师死后 他的儿子继承了母亲的通灵血脉 为了给母亲报仇 他决定独自进入鬼楼查明真相 于是儿子小帅脱关系 拿到当年母亲从阴间带回来的大楼住户名单 这个名单就是当时所有人被害人的信息 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早在1990年 这座大楼就发生过命案 当时大楼的管理人员突然发疯 用一把铁锹拍死了大楼里的所有人 做完这一切后 他便离奇跳楼自杀 从此住进这栋大楼里的人都会离奇死亡 转眼间 小帅已经来到鬼楼面前 他在门上涂下一句话 就是为了防止里面的厉鬼跑回阳间 刚走进大楼里 他就在墙上发现一行血字 上面写着大楼里有多重人格鬼魂 闯进来的人要慎重 而小帅看完后只是呵呵一笑 身为驱魔师的他根本不在意 于是便继续往大楼深处走去 就当他打算前往二楼时 在墙上发现了一处手掌印 经过对比镜和自己的完全吻合 我低乖 这更加引起了小帅的好奇心 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 报报表情 就可以激活一个特效 快来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一番搜索后 小帅找到了大楼管理人的房间 在房间里他发现一本布满灰尘的书籍 里面缺少了一页 小帅连忙拿出母亲带回来的那张纸 对比后刚好呼和 然而小帅才刚刚对上线索 门外这事突然传来一阵铁敲声 并且慢慢向他逼近 于是他便猜测了 这很可能是管理员当年杀人的场景 接着他用祖传神奇 穿越到1990年命案发生的这一天 他根据名单上的名字 来到第一个受害人的房间 就在他关上门的一瞬间 走廊上的其他房间门 竟诡异的全部打开了 小帅刚走进房间 衣柜里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打开柜门一看 里面竟然蹲着一个小女孩 可大楼名单上根本没有他的名字 所以他到底是谁 没等小帅搞清楚什么状况 这时房间里的灯光突然闪烁 就在下一秒 女孩突然消失不见了 随后他在房间里发现一张寻人启事 惊奇地发现上面的女孩 竟然是刚刚消失的女孩 来不及多想 他赶忙出门寻找女孩 可诡异的是 无论他怎么下楼 都没有办法离开三楼 就在这时 自杀后的管理员 竟然出现在了走廊尽头 他手持铁锹一步一步靠近小帅 小帅本想着躲进房间中 可房门根本打不开 还险些让管理员的铁锹打中 管理员一脚给小帅踹到在地 之后拿着铁锹疯狂挥舞 小帅貌似并不是管理员的对手 就在危急时刻 好在母亲及时显灵赶走了管理员 母亲的突然出现 让小帅想起了此行的目的 于是拿着法器 就要和管理员同归于尽 给母亲报仇 结果却被失踪的小女孩给拦下 女孩带领着小帅离开 摇摇晃晃中 小帅无力间摸了一下墙壁 把鲜血留在了墙上 而这个手掌命 正是他2002年看到的那个血手印 在女孩的带领下 他终于从三楼来到二楼204房间 最终 女孩向他说出了 1990年大楼杀人案的真相 原来女孩从小患有人格分裂症 尽管这样 他不但没有得到父亲的怜悯 还每天遭遇父亲的殴打 女孩抱着父亲大腿 恳求父亲可以放过自己 父亲听到后直接猛了 于是狠狠推了一下女孩 结果女孩撞到后面的土丁 当场死了过去 发生此事后 父母复印大量寻人启事 去警察局哭丧 而这一举动 只是他们的障眼法 女孩被父亲装进塑料袋 抛尸在了墙壁 丝毫不知道女孩当时并没有死亡 而是被塑料袋活活憋死了过去 女孩死后怨气很重 化身邪恶厉鬼附在了大楼管理员身上 然后杀死了自己父母 和大楼里的所有居民 得知真相的小帅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女孩搞的鬼 原来自己的判断一开始就是错的 门外那个挥舞铁锹的管理员 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而真正的凶手是眼前这个多重人格的女孩 小帅拿出法器准备超度女孩 面对威胁 女孩的黑暗人格瞬间被唤醒 逆拳给小帅打飞了出去 见形势不妙 她赶紧进行穿越 想要暂时逃避1990年 回到2002年从长记忆 却不料误打误撞 竟穿越到了1995年 而此时1995年 三个不怕死的年轻人 来到鬼楼探险 拿着摄像机记录里面的一切 就在他们来到阳台时 好端端的月亮莫名其妙变成了红色 三人以为真的灵验了 结果身后突然发出一声响动 原来是阳台的门被锁上了 之后他们来到一处封闭房间 诡异的事 明明是四处不通风的房间 墙角的壁纸竟然来回摆动 三个人吓坏了 紧接着下一秒 中分男的摄像机突然出现了问题 只见视频中的女人发生了人格扭曲 隐隐约约还有个女鬼 三人吓得赶忙冲出房间 可无论三人怎么下楼 他们都始终逃离不了二楼 总能从二楼的楼道里跑出 当卷发男正在逃跑时 莫名其妙的就愣在原地 他缓缓抬起头一看 两滴鲜血从墙上掉下 紧接着下一秒 其余两人看到后 直接傻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后面的墙壁突然开始掉落砖块 一只小手从里面伸了出来 一把给女孩拽到床下面 女孩被恶灵控制 好在穿越到1995年的小帅 及时就吓了他 很快中分男也赶了过来 于是三人商量一同逃离大楼 可刚刚走到大厅 中分男突然一脸恐怖 拿着一瓶油漆在墙上写下了一段话 大楼里有多重人格鬼魂 闯进来的人要慎重 这正是2002年 小帅来到大楼看到的那句话 直到这里小帅才发现 自己穿越失败了 并没有回到2002年 而是穿越到了1995年 如果没有回到过去 那么眼前两个人也都是死人 于是小帅拿出法器准备超度他们 就在这时 女孩的眼睛突然流出鲜血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 原来刚刚被恶灵附身的卷毛男 早已经将两人杀害 突然清醒的女孩摆脱恶灵控制 用法器击杀了中分男 随后祈求小帅将自己超度 他不想永远被困在大楼里 就在小帅准备动手时 恶灵突然将女孩给拽走了 小帅见状赶紧进行穿越 想要回到2002年 可无论他怎么穿越 怎么开门 最后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小帅最后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也已经死了 还记得他第一次穿越到1990年时 他就在大门上 画了一副封锁阴阳两界的符咒 所以变成鬼魂的塔 自然也无法穿越鬼门回到阳间 明白真相的小帅 拿起手中的金刚柱刺想自己 在故事的最后 一个女鬼站在大楼窗边 静静等待着下一个受害人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齐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